大家好,我是老白 就在前几日,美国商务部在他的官方网上发布了最新的实体清单名单 里面不乏有几所我国著名的企业和高校 就包括大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等 当然,目前报道最多的也是大家作为关心的 自然是作为五国芯片产业顶量柱的中芯国际 尽管这个情况是意料之中,并且我们是早有准备 但是最终到来的时候,依然是我们感到惊愕和愤慨 可以说,目前中芯国际与之前华为海斯所面临的情况 有一些类似之处,就包括中芯国际的供应链体系 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海外供应链这部分 然后是先进制成的研究计划 也会受到不可避免的打击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就包括,这次美国政府在实体清单的说明中 特别提到了10纳米以下的相关条例 包括中芯国际可能加大对成熟工业的转型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聊聊 在实体清单出台的情况下 中芯国际如何突围 Babitalk,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份由美国商务部发布的通告 其中,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中 依据的是军民融合,也就是MCEF原则 指出的是中芯国际与相关军事园区之间的活动证据 里面提到了,除了和华为海事一样 供应商想向中芯国际出口产品和技术时 包括美国以及第三国的供应商 都需要向美国商务部申请专有的许可证 同时,还特别指出 在先进技术节点,即10纳米获得以下 生产半导体所需的必需物品 或直接被拒绝出口 那么,这次实体清单 为何特别设定了10纳米以下直接拒绝的特别说明呢? 其实,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和允许高通向华为出售4G芯片 但是又禁止向华为提供5G芯片 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简单来说,就是我可以让你做低端的 但是,不好意思 高端的东西,我可以做 但是,你不可以做 10纳米这个节点可以说是卡的非常目的明确 现在中芯国际今年10月份 已经完成了N加1的工艺的流片 预计明年,7纳米就可以进入风险的量产了 而N加1工艺在功率和稳定性方面 和7纳米的工艺是非常类似的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EUV光刻机 就能实现追赶台积电和三星的10纳米的制程工艺 直接进入为数不多的先进制程的大门 目前,10纳米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意义的节点 全球能够掌握的公司也只有4家 就包括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与英特尔 而美国的英特尔在明年会全力的转型10纳米工艺 按照英特尔的一个介绍 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与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 大致是相当的 我看了一下数据 英特尔10纳米在基尼管数量方面 大致在台积电7纳米和7纳米EUV之间 而中芯国际的7纳米 我估计和英特尔类似的一个情况 按照原本的一个计划 中芯国际在明年年初就能突破7纳米的风险量产 实际上等于是在三年内 就完成了对英特尔的一个超越 我们要知道 英特尔作为阿斯妙的大股东之一 其实在2010年左右就获得了EUV光刻机 英特尔在俄勒冈州 波特兰斯的工厂也一直在尝试EUV 但是一直没有取得突破 包括目前英特尔DUV的7纳米节点 也一直未能实现真正量产 虽然三星和台积电在3纳米和5纳米的工艺上 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 但是相继都已经完成了5纳米UV的量产 可以说大概领先了中芯国际和英特尔两大半左右 因此这是美国政府设定10纳米直接拒绝的条款 一方面是想限制中国半导体发展 另一个目的是想保护英特尔等美国企业 而10纳米现在的条款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设备和材料 虽然有些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比如说光刻胶 联膜剂 会明确在产品上标明是用于7纳米 5纳米 40纳米还是150纳米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既可以用于20纳米 14纳米 同时也可以用于10纳米以下的制程 并没有明确标明是用于什么样的制程的 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美国强行设定10纳米的标准线 这个界定其实是比较含糊的 甚至可能对14纳米这个范围的制程 也同样产生一些无法预计的影响 现在需要供应商尽快的进行调整 而现在14纳米的量产 对于中芯国际下一步在先进政策上的突围 对比10纳米和7纳米 现在显然是更为的重要 也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中芯国际长期的运营能力 我看一下中芯国际目前的盈利情况 可以说在美国限制之前 中芯国际的盈利情况表象还是非常突出的 2020年Q3的销售额为10.83亿美元 环比增长了15.3% 同比增长了32.6% EBITDA为6.53亿美元 占全球纯金元代工市场份额为4.48 居全球第五 这个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从收入结构来说 中芯国际绝大多数的收入 都来自于40-45纳米的17.2% 55-65纳米的25.8% 以及150-180纳米的31.2% 这些成熟工艺的平台 同时中芯国际 2020年7月份在科创板上市 募资资金达到了532.3亿元 在短期资金上也是不存在问题的 然后是关于现阶段中芯国际原有设备的一个维护问题 据了解 中芯国际从今年年初 就像欧美日等商业供应商 大批量的采购包括 刻石、光刻、测试、晶圆清洗剂等制成设备 同时也包括硅晶圆、化学原材料 气体、研磨液等各种各样的设备材料 也都采购了超过一年所需的需求 可以相信 虽然大部分的耗材目前依然掌握在日本、欧洲等企业手中 但是短期来说 由于有充足的一个备货 短期的影响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特别是在14纳米以上的成熟平台 大概率美国的许可证不会卡得太死 从日欧企业应该可以顺利的获得日常所需的一个 耗材的供货 同时 国内的新华半导体、黄河水电 已经实现稳定量产、量电的几多金硅 硅户产业的12寸硅片的产量 正在逐步的起来 预计显示 2021年年底 产量可以达到每月60万片 包括特种气体 有滑特气体、金红气体 已经在加速国产的替代实现 包括光刻胶、靶材、CPM曝光等化学品 随着国内供应链的崛起 成熟工艺所需的耗材也会逐步得到解决 然后是关于美国设备的一些维护问题 一般来说 半导体设备都会提供两年左右的免惠维护 在实体清探出台的情况下 原由美国设备如何进行有效的维护 包括软件升级、零配件的一个维修 可能是目前比较纳手的一个问题 但是值得高兴的是 目前中芯国际在北京一桩新建的12寸的晶圆厂 正在如何如何的进行中 这座由国投国家集成电脑大基金投资的一桩新厂 可以说是非同一般 一方面 这座新厂完全没有使用美国技术的路线 一开始的初衷就是打造去美化的生产线来进行建设的 另一方面 这座新厂大批地采用了国产供应商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作为完全国产化的排头兵 正在准备全力以赴地进行验证了 包括上海微电子193纳米的光源 支持28纳米工艺的光刻机 预计也会在这场生产线进行验证市场 虽然上海微电子这台光刻机 目前是很难达到ASML主流DUV的水平的 但是满足目前成熟的制程平台 应该可以说是值得期待的 我预计 只要这台国产28纳米光刻机 能够快速进入市场线 在2025年之前达到ASML2000i 以及1980i等主流DUV的水平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GES就能生产N加17纳米的工艺 是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物联网的需求的 我们还要记住 不只是中芯国际 我们的华为 比亚迪 都在加速进入班达里生产 这个根技术的赛道 就具体的产线来说 2020年 长江储存项目27项目开工 规划产能在20万片每个月 其他的晶圆厂如 华鹏无锡 上海基塔 中芯绍芯 和辉新河等 都在加速的进行招标中 可以说 就整个班达里产业的上下游来说 我们国产替代的进程 和对先进资产的追赶的步伐 只能说 会越来越快速 最后一个问题 中芯国际 是否可以考虑转型 我的答案 是完全可以的 在目前班达里产业 向国内转移的大背景下 由于庞大的应用市场 以及比较成熟的资料业基础 我国风车行业 可以说是率先成长起来的 产业发展 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2019年 我国班达里风车市场 规模就已经达到了 2,350亿元 同比增长了7.1% 占整个班达里行业 比重就达到了3.4% 并且 目前全球前十大 风车企业中 我国就占了三家 而目前先进封装 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空间 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 包括台积电三星 都在对该领域进行投入 台积电自主研发的 SOIC封装技术 已经具备 直接为客户生产3DIC能力 而先进封装 在摩尔定律 不再具备成本效益的情况下 以3D封装 为代表的先进封装技术 在不缩减工艺尺寸的前提下 增加了7.1% 单元的一个精神度 从而提升了性能 并且缩减了成本 这项技术路线 被称之为后摩尔定律 而目前 确实也是中芯国际 值得去探索的一个增长点 随着未来 物联网终端市场 云计算 IDC 大尺寸面板 计则电气化的封口的来临 成熟制程平台的需求量 只会越来越大 产能的需求在今年 可以说是迎来了 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在这个背景下 中芯国际加大队 90纳米 65纳米 55纳米 等成熟平台的投入 可以说 利用发展先进封装技术 来抢占小芯片市场 也是一个核心合理的选择 而我们知道 中芯国际前段时间任命的 副董事长 蒋商议 对于Chiplet 也就是小芯片 以及先进封装技术 可以说是这方面 专家中的专家 此番任命 也预计着中芯国际 势必想在先进封装上面 一展身手 最后总结一下 这是美国将中芯国际 纳入实体清单 其目的非常的明确 第一点 主要中芯国际 在先进制程方面 特别是在 10纳米以下制程方面 进一步的研发和探索 第二点 卡住上有了原材料的供应 主要中芯国际 在产能方面进一步的扩张 从中芯国际 目前盈利情况上看 绝大多数的利润 依然乃至于 比较成熟的工艺平台 由于中芯国际 已经在原材料上面 进行了长期的一个储存 短期上看 对中芯国际的影响是可控的 这些年 中芯国际的主要客户 也逐步从海外 向国内转移 尤其是北美的客户 进一步的缩小 目前 中芯国际海外客户 占比大概是在三成左右 如何稳住海外客户 减少转单的情况发生 是为了中芯国际 进一步需要努力攻关的地方 接下来 关于先进制成方面 这是美国的封锁 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从短期上来说 肯定是痛苦的 无法获得10纳米以下的技术 意味着 在短期内 在先进制成上面的研究 一夜回到解放前 但是呢 换句话说 长痛不如短痛 可以说 在未来 在半桃体这个产业上 世界上会形成两条路 可以说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晚面对 不如早面对 这次实力清单 就是那破虎沉舟了一斧头 断了任何的念想 国产 自主 可控的路线 应该说是目前唯一的出路了 而中芯国际 在对国产设备的支持方面 已经从眼中的黄埔军校 这次是真真实实的要上 战场了 我们国产设备 我们国产办的材料 我们国产办的设备 到底能不能打 到底能不能打入先进制程的供应链 能不能实际出货 能不能用到真正的高科技产品上面 这次中芯国际 再次一搏 只要搏出这片天地 中国搬的产业 在未来真的是 无法战胜了 我相信 我们真正用上完全国产化的 先进制程芯片的那一天 并不会太久 我是老白 白不套 我们把复杂式一般成本 如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掌握更多讨论 最后结果点赞 拜拜